好,现在我们讲解关于这个肩膀痠痛 肩膀痠痛,肩胛骨痛 那这个调理按摩呢 使人好转30%、50%、70% 可是呢,没有办法根本解决 他还是会再继续的复发 每天复发 而且今天按摩到好到70%、80% 可是明天呢,还是一样又回来了 还要回来到30、40% 后天变成了更严重 好转,只好转了10%、20% 然后再到后天呢 一样了,都一样又做复发了 也就是这边的阻塞的气节阻塞 那里的发炎 那边的气脉不通 经络塞住,都一样 都非常的,每天都在发作 好,我们如何的让它好转 起早吸,不懂 他不懂,这个这里痛要怎么办 他就吃消炎药、止痛药 根本不能够让它修复再生的功能 那你就吃MEM 所以宇宙中只有MEM可以有再生 复原功能,就是潜能再生母细胞 那我们如果练太极拳里面的好的动作 高手是会,但是懂得高手寥寥无几 然后怎么样呢 就是这样打开 打开之后呢 筋脉才会通 然后呢要怎么样 要腰带动手 那腰带动手的根源在哪里 一直脚后跟 脚后跟 重量在脚后跟 然后经过大腿 然后呢 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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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看 现在我这样 我一脚前一脚后 我这样呢 用大腿 脚后跟 来发动 大腿荡手 可是这个手不能挤挤的啊 要打开 可是打开 太打开 你就这里又用力了 那又伤到了 所以你如果越用力打开 那你就越伤到 那不能用力就要放下 就要放下 再举例 假设你这里的神经已经受损 那就最高度了 这时候你一当 哦 神经就痛的要死 所以这怎么办 要微乎其微 小之又小 稍微一动 哦 冲着要命 你要更小 更小 就变成这样 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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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 小小 今微痛 微微微小痛 你不痛就有 我们也好不了 这是最高级的难度 是神经痛 不只是发炎 发炎到最高度呢 是神经肿脏 那里附近的淋巴塞 那里的气节全塞 塞到后来神经已经受损 最高度了 这时候如果你一抬起来 哦 痛得要死 最高度是什么样呢 就是这样 手指头 动 哦 好痛 手指头 动 好痛 哦 是最高度了 有一位 最高度的 每秒痛 不能睡觉 看西医中医 完全好不了 针灸好不了 一点笑都没有 是最高度的 我帮助过这个人 那这种人怎么办呢 就是去 手去按 我的手去按 他上面 所有最痛的点 痛得不得了的大痛点 我怎么按呢 是这样 假设这是肩膀啊 这样轻轻的按 这样按啊 这么轻啊 有好像没有一样 痛痛痛 哦 好痛好痛好痛 这样子去点他 而且啊 一次点两点都不行 一点就痛的要命了 所以就极轻极微 有好像没有一样 那他们呢 从大痛到中痛到 小痛 小痛的最大点 好 就开始变两点了 两点也是让他这样 触电触电触电 为什么这样会好 会促进他的这个干细胞 且能再生母细胞醒过来 自我修复 这时候他神经受损了 让他神经呢 有能量子能 我们说电哦 是讲传导啦 所以是让是讲传导 量子能传导 他就会修复 好 这样子呢 去点 点那里 就是肩膀上 去找他的最大重点 而且微乎其微 微乎什么是微 微就是千分之一 在微乎其微 在百万分之一 所以是有好像没有一样 好 那这样子呢 就是用我们身上的能量 量子能 去共振他的量子能 让他的干细胞的潜能在生母细胞 能够醒过来以后 促进他修复的能力 好 这样子按按按 这边按了以后呢 慢慢的我按到他的肩膀 慢慢的按到他的手 按他的手 好 一小时半 取缘 好 手呢 也能动啦 手也能举啦 也能举啦 也能举啦 哦 我说你这样子的好儿子 好到五百分之五十啊 明天又再互发啊 你就要去这样 有乎其微啊 这是最高度 最高难度 我现在直接讲到最高难度啦 这个就是中医西医中好不了的哦 这个中医中已经宣布 那一位叫做王 王 王什么 他的英文叫做姻妹哦 他的王什么名字 我忘了啊 一个小姐哦 现在是六十七 六十七岁啊 现在六十七岁 他去美国啦 他常常是讲英文的 好 他是台湾人哦 现在住美国啊 好 就让这样当 我们都叫他姻妹哦 就是喜乐啊 好 这样 这样当 这样当 我就说你这样当 明天这样当就好了 我只叫他做一次 明天自己当 好了 完全好 最高难度 好 你就是这样 这样当 就是这样 就是养成这个好习惯 这样当 他就自己会修复 像他这种情形哦 我需要先帮他 因为他是动不了 所以要先帮他 然后一般人是不需要帮的 一般人就是这样打开 这样要怎么开展 开展之后呢 用什么 重量的脚后跟 然后呢 腰大腿带动腰转 带动腰 大腿带动腰转 是什么 是根源在脚后跟 脚后跟连到大腿 大腿来动腰 腰来动手 所以手不要动 因为手一动痛得要死 所以要微乎其微 从这样微乎其微的动 一定要开 你大开就好痛痛死啊 你叫什么 小小小开 小小的开 小小的小小的开 然后呢 微乎其微的动 那这样不会痛 那就是什么 更大一点 微乎其微 微小痛的更微小痛 微小 微就是百分 就是千分之一啦 那好呢 好就是百分之一啦 这样 你看 好 一般人讲思好 思就是十分之一啦 好呢百分之一啦 微就是千分之一啦 好 好 这样 好这样 就这样身体带动手 这样 微乎其微 一定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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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来讲 肩膀哦 不要有个习惯 就是这样往前的习惯 先把这样往后的习惯 挺 往后挺 往后挺 然后往外开 又挺 又开 不是这样挺高啊 挺高错啊 挺高就是用力啊 错了要放下 放下以后开 开以后呢 还要什么 还要什么 往后挺 不是往上挺啊 是往后挺 你看 不是往上挺 是往后挺 不是往前 一般人往前就错了 就肩膀头啊 就夸夹头 就肩夹头 然后往后 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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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挺 再往外开 往外开 好啊然后 盪 盪手 好 好 就讲完了 这个就是会连到什么 会连从肩膀 从肩胛头 连到肩 肩的这个就是后面 这里后面很 这里的后面 会很痠痛 然后呢 那个筋脉会通到脖子 再通到脑 这个做什么 三胶筋都会连贯 三胶筋都会连贯 那当然附近有胆筋 也会连到脖子上 到头部 头盔哦 好 讲完